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一战战场上的黑科技很厉害一战期间。 德军在西线战场上用盆火器清理战壕一战期间,美军正在使用对空监听器。 这种监听器是通过收集空中飞行器发动机的声音来识别空袭的。 这种对空监听设备在二战中,被各国广泛应用。 加利西亚地区线分属波兰和乌克兰,一位奥地利军队的装甲列车正在修整。 装甲列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美国内战。 在一战中被广泛应用,中国军阀内战时期各方也采购了装甲列车投入到作战中。 一名德国士兵正在为一列380毫米德军列车炮组装弹药。 这列编号为SKL45的兰格马克斯的列车炮是由克鲁伯设计的,可以射击750公斤的炮弹,设程为34公里。 意大利乌迪内附近的村庄内,意大利军队正在部署巨型榴弹炮。 战中交战双方都制造了口径和杀伤力惊人的大炮。 一战德国制造过最大的列车炮巴黎大炮,射程达到惊人的130公里。 这门火炮因曾在德国境内炮击巴黎数次而得名。 巴黎大炮在其秘密图纸,被公布前,是全世界军工业的未解之谜。 一战开始时,双方的飞机都只用于侦察,双方飞行员在天空中,只能互相脆吐沫,扔砖头或互相打手枪丢手榴弹。 但随着战事发展,双方飞行员都开始设法向对方阵地投射炸弹。 图为一战期间,法国飞行员准备往战机上安装炸弹。 德国双一战机上的飞行员正在往下投掷炸弹。 一战时期,英国S-115S战斗机与德国福克第7S战斗机在空中缠斗。 同时德国也使用热气球用于侦察敌方动向。 图为一名德军士兵正在操纵A-11800型热气球侦察敌方动向。